为什么说书法的最高境界是会用册封 能把册封用好那才是高手 学书法要会用中锋 这是一个基本认知 但对于册封的运用却避而不谈 所以就形成这样一个观念 在书法学习中似乎不是用中锋写出来的点画 那就不是书法 也算不上一个高手 这样的唯中锋论让金唐书家情和一看 事实上册封在书写中的运用非常多 在金唐书家的法帖中 会看到大量的册封用笔 王勋博远帖 几乎字字都有册封 一模到底 点画看上去如同被写减尿尖的毛笔书写而成 呈骗状 形态好似空中飞舞的彩带一般 毫无疑问 这样的点画就是运用的册封书写 不仅是王勋的博远帖 王羋之 欧阳勋 孙过廷 杨宁士等 这些超一流的书法家 也都是运用册封的高手 可以说 正是册封的运用 才让汉字的书写更加生动有趣 这也是金唐人书法高超的原因